就是邱毅仁接受了陳水扁的訪問 廣播訪問 他就告訴大家 臺灣要宣布獨立這個事情 根本不是臺灣人民能夠決定的 美國根本不贊成 結果輿論炸了鍋 我們先看一下 PTT的網站上也炸了鍋 大家的留言超級超級熱絡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說你看票片完了吧 就這樣講 然後我還以為這句話是國民黨說的 垃圾綠共 還有人說這不是常識嗎 那這樣又何必要投給民進黨呢 然後只有低能的律份 以為自己可以台獨 然後你不讀 你不台獨我投你幹嘛 完了騙不了票了 原來有人不知道嗎 統獨根本就是一個假議題 再來 我比較在意的是 原來阿炳也有廣播節目 這不是不能說出來嗎 根本就是新潮流在黨 民進黨就拿來騙票的 阿炳沒事了 是不是應該回監獄關回去呢 這跟礦業法 還有華航改命一樣 都是騙人的 執政了 獨立這個穴根本沒有用了 然後錢還沒有賺夠 沒有賺保 好我們看到這個網友的意見 大家可以看得到 網友冷嘲熱諷 講台獨這件事情 這不是大家都知道嗎 你講出來了 重點就在於為什麼要講 邱毅人呢 是個老謀深算的人 在過去民進黨很多大小戰役 據說他鞠躬絕尾 他是這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軍師 有金頭腦 這一抹微笑非常非常的有名 現在大家說台獨也只剩下了一抹微笑嗎 這個志強你怎麼看 他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講這句話 根據這個民進黨的前組織部 這個陳昭南前立委 他說這句話 這番話是講給大陸聽的 為什麼要講給大陸聽 是要告訴大陸 就是說基本上 我不會 就是討好的一個意思 希望這個兩岸的緊張氣氛 能夠降溫 那是不是呼應到 最近我們想拿大陸的這個BNT的疫苗 是不是有這個概念 你怎麼看 我覺得其實民進黨 他到底在規劃什麼 其實我們並不知道 但民進黨經常就是 用這種兩手的方式在做 那今天講一講 這個台獨不可能 然後明天又跟你喊一邊一國 這是他們經常做的操作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就要跟大家講 其實說真的 這麼多年下來 大家應該要看清一件事情 民進黨也不是一個台獨的政黨 大家真的都搞錯了 他從頭到尾 民進黨是一個沒有理念的政黨 民進黨所有的核心理念 一個字就結束了 就是騙 只有一個騙字 他沒有任何東西是穩固不變 唯一不變就是騙 我講最簡單 大家去回想一下 我請問各位網友 你們自己直接 我就出考題給大家 你們直接填空答案 民進黨三大省主牌 哪三個 你告訴我 各位網友 請開始作答 第一大省主牌 就是公投不是嗎 民進黨徵公投 徵了幾十年啊 可是蔡英文上來 第一件事做什麼 把公投閹割掉 然後我們的蔡公投 對不對 他對不起我們以前蔡同龍 蔡公投 我們還有一個林義雄 林公投 整個人間蒸發 消失不見了 一輩子 為了公投苦行絕食的 林義雄 民進黨 閹割公投之後 整個民進黨的前輩 為公投 曾經奮鬥過的前輩 只有呂秀仁站出來講話 呂秀仁說這是 背叛了民進黨的理念 好 第一個是公投 神主牌對不對 來 請問第二個神主牌是什麼 言論自由啊 鄭南榮不就是他們的神主牌啊 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啊 請問各位 現在言論自由是什麼東西 鄭南榮 對 鄭南榮 另外一個鄭南榮 新的神主牌是不是 皇帝啦 鄭南榮任何不同意見 關中天 查民眾水表 出征環南市場的會長 所以所有的不同的意見 都要把你打掉 滅掉 第三個抱歉就是 就是台獨啊 台獨是過去民進黨的神主牌啊 可是呢 結果我們的邱宜仁出來 跟你講的是什麼 他那句話白話就講說 我騙你的啦 你自己頭髮掉了 才會相信我們跟你講台獨 台獨不可能啦 台獨不可能啦 你不要搞錯 這一種台獨不可能的說法 不是邱宜仁先講的 陳隨便以前都講過啊 是沒有錯 所以 志強 今天大家都在問嘛 為什麼這個時間點 要丟出這個 特別是我們看到 又有國胎辦啊 又我們要去拿BNT疫苗啊 又有這個台積電啊 等等等等 會不會這兩件事情 串在一起 立委高金素媒 非常不能原諒這一切 他說買不到疫苗 白白浪費這一年 就是為了追求台獨的理想 民進黨人正在把防疫 當作想像中的台獨 盛戰來打 但是林義雄就告訴大家 台獨就是一場騙術嘛 犧牲人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無論如何 這句話 你說是要講給中國大陸聽的 中國大陸傻傻的嗎 你這樣講OK 我就OK了嗎 我就從此以後 我們看到九二共識 定海神針就拿掉了嗎 不可能嘛 反而是出現了很多很多的後遺症 後遺症之一是神父雄說慘了 民進黨以後我們看到這個立委 恐怕是非常非常的難選 民進黨一半的立委都很難選 這句話應該要由蔡英文來講 他認為兩岸情勢的四個現狀 不敢讀 不願意統 走不開 打不得等等 那另外還有一個後遺症是什麼呢 游吟龍講的整個綠營內部 現在暗潮洶湧 吹咒一池春水 甘親敵視 邱玉仁竟然花了三十年才頓悟 其實他不是花了三十年才頓悟 他花了三十年 他才有勇氣說出來 這個時候他要說 大家就要探討 他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那這是怎樣 這是宣告民進黨 二次執政之後的結論嗎 民進黨二次執政 蔡英文的第二內任內 已經比較沒有顧忌了 他告訴大家民進黨的理念 台獨終究是一個危險 而且不可實現的一個 不要說夢想好了 我覺得夢想太好聽了 不可實現的什麼 騙數 他已經騙了很多選票 算是成功的 就製造對立 我這樣講 我要這樣講 我其實看法跟這幾位 民進綠營的 或是曾經是綠營的前輩 有一點不太一樣 因為現在選舉還沒有到 其實民進黨一直相信 人民的所謂的記憶短締 現在邱怡人講這些話 一方面可能是想要當個鴿派 來對大陸釋出橄欖枝 這是一個可能性 但是為什麼 這個時間點要這樣做 坦白講我不知道 那可能要心血來潮 第二個就是 現在反正沒有選舉 我就表現出一個 所謂的鴿派的一個樣子 但是很抱歉 到選舉都是另外一回事 民進黨一到選舉 又是一邊一國出來 又是開始反中仇中出來 所以邱怡人講這些話 其實我要這樣講 我覺得也沒什麼 任何的意義 因為現在有時候 我們的民眾有時候很可愛 我們民眾很可愛 就是當下有邱怡人 陳水扁講台獨是做不到的事情 你都會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 講完以後 可是等到他們又開始 喊台獨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覺得說 沒有啦我跟你講 以前邱怡人說台獨做不到 他是騙那個阿公的盤子 對不對 騙騙那個中共 中共反正笨笨的就會被你騙 那我們真的心裡是什麼 我們心裡就是要台獨 就要繼續奮鬥努力下去 所以到最後 他還是會有一套話術轉換 可是關鍵 還是我講的那個關鍵 民進黨沒有信念 以前的民進黨有 以前的民進黨有 此時此刻的民進黨 我跟大家講 他就是一個沒有信念的政黨 連黨主席 都是國民黨培養的精英 抱歉 蔡英文是誰 是國民黨在威權時代 培養的一個精英 然後最後跑到民進黨 變成民進黨的共主 所有民進黨前輩 曾經對抗過威權的那一條路 蔡英文都沒走過 所以你跟我講 蔡英文主導之下 民進黨剩下什麼理念 民進黨有理念的人 我跟大家講 早就走光光了 我們看到這個前陸委郭正亮 他說蔡英文競選 綱領就是維持現狀 他不願意處理這個問題 民進黨如果拿掉 臺獨這一塊請問 他跟其他有什麼不一樣 有可能另外出現一個政黨 就是向深律傾斜 這個部分恐怕這個深律 就不忍了 這都是後遺症之一 我會打露 因為我好心 怎麼會打開 這個問題 我會打開